要宣布有新增了15例 确诊一口气再增15例 全是境外移入 当中除了两例 分别从澳洲和菲律宾移入 其他13例通通来自美国和英国 大多是工作以及就学 境外的移入主要是六女九男 年龄也介于10岁到 10多岁到60多岁 居家检疫特别重要 因为境外移入大爆增 新增个案中就有三起群聚事件 当中案254 在3月5号到19号曾探访 一起在美国念书的案218 没想到案218 现在17号发病 案254紧接20号发病 最后两人27号确诊 而案257和案258 在英国是同班同学一起上课 但案257 现在3月10号发病 案258则在23号发病裁剪 两人27号确诊 边境的管制很重要 但接下来的第二条防线 就是我们的居家检疫 它是一个相对有一点辛苦了 不过也不是那么的苦了 另一起群聚则是一对夫妇 分别案264和案267 3月8号到25号 两人一起去英国洽工 在这期间陆续发病 最后25号入境裁剪 27号确诊 严重肺炎的这部分的话 大概是不到一成 第一个就是说 他有慢性病的人 第二个是说 他可能是年纪比较长的 免疫力比较差的人 指挥中心强调重症病患 多以慢性病和免疫力差的 年长者为主 目前都还在治疗中 不过27号再增一例病例痊愈 累计已经有30人解除隔离